所以我現在要去接受這個結果的告知 不知道你有沒有哭 3 2 1 拍完啦 好醜喔 好呢 那我現在要去遞交配偶簽證鋼犯的這個 申請書然後還有義大利的資料 然後我要先去拍一下 最新的這個證鑑照 剛起來也是有點服從 不過對去把它拍完然後 東西準備一下然後去教 希望可以順利通過 拜託了 好來拍這個證鑑照 這個要1100 差100塊 選了那個美肌模式 希望皮膚看起來好快一點 好 這個要1100 差100塊 選了那個美肌模式 希望皮膚看起來好快一點 好 好 不容易 很… 3 2 1 拍完了 好醜喔 救命啊 動物感 而且我頭上一戳呆毛 我覺得這個看起來比較好是不是 過關來了 反而死了 我剛剛發現我頭上一戳呆毛 反而死我頭上一戳呆毛 反而死我頭上一戳呆毛 好醜喔 拍了來啊 這麼美啊 就這樣吧 勉強滿意 勉強滿意 好的 我現在拿到那個索德水 我現在已經申請到索德水證明書 然後還有什麼 索德水證明書 之類的證明書 然後呢 我現在要去對面 終於開始我們的入管局 我這邊是千葉出張所 大家其實可以查一下 就是 其實東京這邊就是 呃 品川那裡有一個 但其實 但其實他們有非常多的那個出張所 有時候遞交一些證明申請的時候 是可以 接受 你不用去那個本館 就是 就是不需要去東京那個 最大最 擠的地方 好 那我現在要去我們千葉這邊的出張所 聽說要等幾個月的時間 就慢慢來囉 只是希望不要學東西啦 好 以後是不是要喝水證明了 再看這邊 東京出入國在留管理區的千葉出張所 在這個千葉中央公司提成 好的我剛剛把該鞋的鞋啊 填了 都確定整個整理完之後 我去抽了號碼牌 然後等待時間42人 然後我現在要去購買一下就是印紙 日本很多這種在處理行政的東西 它的價位 要付的那個行政費用高的時候 他們會用印紙這個方法 那印紙其實就是很像買郵票 那要去郵局買印紙 然後等於是你把錢交給郵局 他會給你一張 長得像郵票的東西 他們稱為印紙 然後就貼在上面 表示你已經 把這個錢交給郵局了這樣子 之前我們在買房子的時候 有一些 重要的手續費用 他們也會用這個方法 然後剛好走過來 兩分鐘左右時間的地方 就有一個郵局 所以我去買一下 四千塊 帶流資格的變更要好 四千日比 好 希望可以買 好的 順利購買完啦 接下來就是 等待等待 四十二個人等待 可能要一陣子 我們來看看會要多久 現在是十一點五十分 OK 很好 就這樣要等到 寒死後勒 好的 在我抵達 如果晚禮食局 兩個半小時之後 終於把我的資料交出去 然後他也幫我 應該是做過簡單的check 然後再重新叫我 過去之後 把那個 有點像回函的東西給我 然後把我的身份證 那些東西放給我之後 就叫我回家去等 我的 Hagaki了 所以接下來就是 如果有過的話 他就會寄那個Hagaki到我家 那 到底要多久 真的不知道 所以反正接下來就是 等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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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遞交出去了 希望順利 如果順利通過的話 再來跟大家分享我準備的內容 我有保存了一份 整個副本 所以如果我這一份有通過 那我就可以把我裡面的內容公開給大家 我大概寫了多少的自排版長什麼樣子 之類的跟大家分享 OK 好的 那就這樣子 接下來等待通知啦 OK 迎來歷史性重要的一個 等一下 還沒還沒 我收到了來自 就是 入國管理局的 這一張明信片了 在日本如果你在處理這個 叫做關於簽證的事情的時候 他有審查期間 那最後他就是會寄明信片來 告訴你結果 但他上面並沒有寫結果 他只是會告訴你說 審查完成 然後請你帶著 你的這一張寄來的明信片 還有一些該有的資料去現場 所以 我現在要去接受這個結果的這個告知 不知道到底有沒有過 不過今天時間真的很快 恩 因為我是五月到去申請的嘛 然後現在其實五月還沒有過完 結果就來了 非常的刺激 比想像中的快 比想像中的快 好 很好很好 然後呢反正現在要去 恩 希望不會是壞消息吧 好 那如果過的話呢 我現在的再留卡又要更換了 就要換成新的 然後等一下先不要講太早 好總之我們先出發 大家去等待看一下到底結果是什麼 好 然後這個通知書就是大家熟悉的明信片 然後再告訴你幾點 那幾點去哪裡啊 帶什麼東西 然後會告訴我們結果 然後另外這個就是上次所買的印紙啊 結果其實根本不用在申請的時候 恩 買 應該是要在這一次 就是我這一次拿到通知書的時候 才需要準備這個印紙 所以我上次其實買得太早了 所以我還一直保留在這裡 細千顆 OK 打扮完畢 出門 然後隨便去丟個垃圾 然後跟大家說 就是我們家的那個叫做 Room Tour 已經正在這個籌備跟拍攝當中 請大家稍等 稍等 稍等 所以我們在大樓的好處就是有這個專門的 熟路色的地方 然後什麼回收,全部隨時 然後便宜還可以在這裡洗,就超方便 這個小空間真的非常非常感謝 為了它付我一個管理費真的非常的划算 讓它真的解決了我一個很大的那種生活壓力 出發 來囉來囉 今天天氣很好 上才會嚇得下來了 好的 拿到了 哇 這是一種情緒非常複雜的感覺 反正就是我現在 我的舊的卡 上面寫著舊子 就是修羅Visa的那個被打了一個洞洞 然後我就拿到了新的 日本人的配偶者這樣子 好 拿到了新的 然後 順利 感謝感謝 那我接下來就可以去 就是 拿到配偶簽之後 好處是 我可以做副業啊 或者是我的工作的內容 不會受到限制 就是我可以做那種純 勞力打工 想要做幾份副業就做幾份副業 就是 就會少了很多那個本來在就職簽上面的 限制 然後 我剛看了一下 我這次只拿到一年 所以 距離申請永住 我還得要再更新一次 那再更新一次 希望可以拿到三年 才有辦法去申請永住 反正那是之後的事情啊 本來 我是五年五年的 就職簽的話 就是時間一到就可以 轉永住了 不過我現在因為這次 轉成配偶簽之後 只有一年 它不是最高的三年 所以我還未來申請永住 還有一些變數跟 還要再努力一下這樣子 OK 好了 反正這次申請配偶簽是順利下來的 OK 那我就可以 再回去跟大家分享 我這次配偶簽裡面 寫的內容是什麼 然後再講一個好笑的事情 然後再講一個好笑的事情 然後講一個好笑的事情 就是我剛剛被叫去的時候 就是已經要發那個 叫做卡給我 全部把它寫錯之類的 然後發現就是 因為年份我是 應該是2023 然後我寫在2013 然後他還跟我說 你這邊是寫錯 然後我就 然後他說好 那你幫我改一下 然後我就現場改 然後他就發給我 所以其實好像小錯誤 可以容忍一下這樣 之類的 尷尬OK 好吧 那就順利拿到了新的前進 趕太良都趕太良都 接下來